从客观的角度讲 在1937年七七事变鬼子全面清华起 在抵抗日本侵略这方面 一直都是中国当时的主战党 国民党在抗大旗 不管是前期中日大型会战 还是后期的战略相持和战线反扑阶段 国军都用实际行动告诉了国人 包括当时的日本陆军客长 港村宁次就不止一次的总结过 唯有消灭蒋之嫡系部队 才有望让中国彻底失去抵抗意志 可当抗日战争结束 解放战争爆发 老百姓在面对国共两党 对于大陆政权之争夺 到底该选蒋还是选毛时 尽管鬼子投降 代表中国人在授详书上签字 是国民党将领 老百姓依然毫不犹豫的 选择了反蒋永共 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好 我是真实局 我估计 很多朋友在关于蒋介石抗日这个问题上 可能还是停留在 不抵抗 消极抗日这样的认知上 虽说抗战前期 蒋介石确实有过这样的一些迷之行为 但后期统一战线后 对于当前中国的抗战形势 所做出的努力 也不能忽略 七七事变发生后 便组织了一系列的大型会战 和日军一对一的拼刺刀 全面开战以来的前面两年里 大型会战是没有停止过的 从松虎到泰儿庄 从西口到太原 从徐州到武汉 每一次都是动辄几十万人的大型火拼现场 虽说基本上都是以失败告终 但你不能去否认 前期国民党从上到下的抗战热情 那是真的见血见肉的党 不是过家家 而共产党的部队在前期 也仅只有几万人的队伍 并不能完全引起日军的重视 甚至被信任为土八路 换言之 抗战结束后 老百姓第一感谢的 应该是打鬼子主要力量的国军 但事实却是内战中 老百姓却反过头来帮解放军来打国民党 出钱的出钱 出力的出力 后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 自己都焦虑过这个问题 并在日记中留下过 国民为何如此富武 这样的话 作为一名当时的老百姓而已 蒋在抗战对于他们的伤害 并不压于规则 因为蒋介石当时抗战的方针 就是以空间换时间 所以在抵御日军的各种决策中 对于百姓而言 是没有什么人情未可讲的 比如1937年南京保卫战期间 蒋介石宣布迁都重庆后的第一件事做的 就是把工厂 学校 政府机关 商人等各种资产阶级都先行转移 但对于百姓就是一个态度 自生自灭 美记名曰是退守 百姓眼里便是政府的抛弃 不要跟我胡扯 什么百姓不想离开家之类的话 鬼子的残暴 也许百姓还不知道 但是作为最高决策层的蒋介石 他怎么能不知道 急切想迫使中国政府偷向的日军 在首都破阵后 什么事干不出来 再比如 1938年日军占领徐州后 为了阻碍日军的机械部队 西晋夺取郑州 禁军武汉 直接下令炸开了花盐口大地 虽说持续达到的目的 但直接就造成了近百万人溺死 近千万人流离思索 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惨重 也让百姓们心中提出了一个疑问 委员长到底是抗日救百姓还是抗日保地位 还有1938年年底 日军夺取越洋后遇进攻长沙 因为长沙的地理位置为重庆国民政府前沿阵地 长沙不保则重庆外围屏障危急 于是蒋介石秘论火烧长沙 对 你没有听错 是火烧长沙 直接放了一把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全城防务80%被混 烧死百姓两万多人 更令人责舍的是 放火那天 日军竟然还没有攻进来 由于是蒋的密令 所以百姓们并不知道 而烧起来的原因 便是实施的部队听错了指令 诸如此类的种种事件 在抗战期间数不成数 总结下来就是 蒋关于抗日的决策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直白点蒋是不在乎百姓死活的 正所谓上量不争下量外 做领袖的尚且如此 下面的将领则更是有过质而无不及 纷纷贯彻下了蒋介石的这一套作风 在1942年河南旱灾之时 就有过水汉黄汤 河南四荒的民间谚语 前面三个大家都能懂是什么灾 最后一个汤指的就是国民党将领 汤恩伯 当时他率军驻守河南抵御日军 在河南无恶不作 让本就生不如此的河南人民雪上加霜 还有国军地方部队为了扩大力量 是什么人都往部队里面招 一些地痞流氓就算了 甚至一些违害一方多年的土匪头子 烟土大亨也大方的给出一张赵恩利 封个衣冠半职为我所用 而导致的结局就是这些平时欺负百姓欺负惯的人 如今穿上了官衣更是变本加厉有恃无恐 因为过去干坏事需要自己顶着 现在干坏事是党国在顶着 打鬼子可能不在行 但是欺负百姓都是行家利手 所以整个国民党虽说在前方正面抗日 但其从上到下的种种行为 也彻底喊透了百姓的心 而要说最让百姓们感到国民政府绝望 并彻底选择站在共产党这一边的 还当属是蒋介石为了打赢内战 居然聘请了曾经在中国执行 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的日军陆军司令 港村宁次做国军的军事顾问 还帮助起在东京军事法庭脱罪 只能说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国 人民不收你还有谁收你 正如伟人所讲 人民的眼睛永远都是血亮的 并不是国民党打不赢共产党 而是你国民党打不赢中国人民 好了 我是曾水君 只讲真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加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